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咱这期视频呢,来给大家讲解一个 比较难写的部首啊 反犬旁的写法 也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独、狐和狼这三个字 应该怎么样去写好看 其实想要写好反犬旁 也并不难,但首先你看 它有一个前提,你要会写弯钩 很多人,其实大多数人 这个反犬旁写不好,也是毁在 弯钩这一笔啊,你看弯钩 到底是怎么样写的,大家看一下 四步走,你看第一步 先写下来 然后第二步是怎么样的 略带弧度向下行笔 那第三步呢 是往左边收 第四步是向上出勾 到这,然后向上出勾 看见没有 第一步写下来,第二步略带弧度 往下,第三步拐过来 往左边拐,第四步向上出勾 你这个四步走啊 你注意,弯钩一定要写好 你看,轻入笔 你写下来,略带弧度向下 往左边拐,然后向上出勾 哎,这是弯钩的写法 弯钩写好,你才能写好 反犬旁,弯钩都写不好 反犬旁就不用想啊 哎,那你怎么都写不好看 那反犬旁写不好 是吧,那你带 带反犬旁的一类字 或者说带弯钩的一类字 你都写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匹往这走 哎,这个匹直一些 然后弯钩你看 交叉之后,你看斜过来 交叉之后略带弧度往下 好,拐过来 然后向上出勾 大家看一下 然后第二匹 接于弯钩的上部和第一匹 哎,稍微近一些 你看,第二匹要怎么样 直一些 第一匹是往这走的 第二匹方向往下走 他俩的方向其实不一样啊 这个反犬旁两匹的方向 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第一匹,哎,直一些往这 然后弯钩交叉之后 哎,往下 好,拐过来 然后向上出勾 出勾的位置 与他们交叉的位置 基本在一条线上 然后第二匹接于弯钩的上部 大家看一下 好,哎,往下走 你看 两匹方向不一样 他往这走 他往下走 是吧 这是反犬旁 那咱来看一下读字 反犬旁如果能写好 其实这些字 它就没什么难的 你看,哎,读 往下 好,出勾 然后你看 匹接于弯钩上部 这个勾出劲啊 哎,向上出勾 你看反犬旁 然后右部 哎,从这写 从那树横折 往里说 再来一个横 然后你看 树画几笔高一些 穿过来之后 然后提 哎,往上 然后点画往下一样 哎,这是孤独的毒字 然后你看 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胡子 哎,批往这 然后弯钩交叉之后 略带弧度 然后拐过来 向上出勾 批 哎,往这走 然后再来一个 你看批往这 然后树皮 哎,向下 然后树体 点儿 然后 哎,那画展开 哎,这是胡子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狼 皮 哎,弯钩 向向 然后出勾 然后皮 画往这走 哎,点儿 然后横 然后横 折 横 横 然后竖 提 哎,向上 然后撇 画往这 那画 哎,展开 好 放出那角 大家看一下 哎,这是狼子 书鞋啊 左右两边 还可以挨得更近一些 啊 我们把这个狼子 再来一遍 大家看一下 你看 撇 哎,翻钩 交叉之后 你看略带弧度 向下 好 然后你看 哎,第二撇往下走 然后点儿 横 折 哎,横 好 然后你看 竖 提 哎,向下 然后向上出勾 撇 那画展开 往外放 哎,这是狼子 大家看一下 哎,掌握 反犬旁的写法 然后才能真正 写好带 反犬旁的一类字啊 好 咱这期视频 关于这个弯钩的写法 和反犬旁的写法呀 大致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